《乌克兰》本来是前苏联的一部分,但是自从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不断变差,乌克兰把各种武器装备都卖给了西方,而俄罗斯就算想买他们都不卖,甚至直接拆掉也不给俄军,这让俄罗斯愤怒不已。 后来普京上台之后,非常强硬地在克里米亚主权问题上压倒乌克兰,牢牢掌握住克里米亚地区,这也成了两国关系彻底绝裂的导火索,如今,乌克兰几乎要投入北约阵营了,而美军战机首次奔赴乌克兰,已对俄罗斯后院造成巨大的威胁,这样一来的话,俄罗斯将会复备受敌,非常难受。 但是,美军战机F-15在降落乌克兰的前两天,却遭遇到了乌克兰的一个强有力的下马威。 在美军战机即将降落的那个机场,乌克兰空军来了一场技术含量非常高的飞行表演。 飞行员驾驶苏24战机,在机场进行了一次真正的超低空飞行,在距离地面仅有4米的高度上飞行。 这一炫技式的表演无疑是在告诉美军,乌克兰空军并不是美国的傀儡,让美军战机入住也只是为了拿回自己的主权而已。 外界对于乌克兰投靠美国的态度大多都是不赞同的,认为乌克兰毫无远见,甚至甘愿去当美国和北约的工具。 但是乌克兰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也有战斗力,并不是一个工具而已,和美国合作只是各取所需。 当然,这样的证明在美国眼里或许会显得十分可笑,因为美国肯定不会把乌克兰当作真正的盟友,一旦利用完肯定马上就能丢掉。 据美国空军新闻社报道,2018蓝天军演将在乌克兰举行,从8日到19日持续进行。 参加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乌克兰等共9个国家,军队人数接近1000,所以,现在多国联军阵阶阵以待,想要在军演中发挥出强硬的实力,对俄罗斯造成威慑,而俄罗斯对于自己的领土问题一向是不会退步的。 这次的对抗究竟最后的结局如何,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日本海自队零055的万吨军舰下水了。 7月30日下午,日本海上自卫队最新一艘顿舰27DDG在日本海洋联合公司下属的横滨工厂机子工厂下水,被命名为摩耶号。 在该舰下水前,日本海自曾经在民间发起了争鸣活动,但在当时摩耶这个名字好像并没有那么热门,但是比较意外的在今天下水时,该名却一举夺腿,摩耶号曾是就日本海军高雄行众巡洋舰的三号舰,舰名是以兵库舰神户式的摩耶山命名。 日本海自从来建造大型主力战舰,都是一个型号建造少量,一般是两艘左右,这其中原因有人说是日本也在小不快逃,不断地在建造新型战舰,应用新技术。 有的说是日本是在用新舰快速替换服役时间不长的军舰,以达到扩大引擎舰队的规模,不至于在突发战争中缺少定力。 其实,日本海自这样小批量建造主力战舰,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其不是正常国家,军队规模受到限制,而且其每一种新战舰的主要电子设备,武器系统都要仰仗其美国爸爸卖给它,所以美国也在控制日本新型舰艇的建造速度和规模,确保日本所有的行动都要符合美国的利益。 要知道,日本的金刚旗、爱荡旗和最新的摩耶旗,都是采用美国博客旗的设计加以改进的,由此可知美国把它看得有多紧了。 相比起来,日本近来可能也是受到了中国海军爆兵的刺激,头几年不过是小吨位的近海军舰056A和054A等建造几十艘,规模虽然大,但日本海自觉地凭借自己新进实时舰队与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潜艇,足以扼杀中国海军。 但是这两年的052D,爆兵使其觉得中国海军对付起来有些棘手了。 但在今年看到中国海军一批建造8艘万吨级055飞弹驱逐舰,同时下水两艘055时,已经无法安坐了。 要知道日本海自即便金刚级四艘加上爱荡级两艘,摩烟级两艘也不过拥有8艘万吨级飞弹驱逐舰,但是其建造时间跨度长达近30年。 而且055这8艘还只是第一批的数量,更要命的是,据说我国055一艘造价不过60亿人民币,而这两艘摩烟级一艘造价就约为105亿人民币。 请问,即便日本有能力快速建造摩烟级飞弹驱逐舰,可是它有钱这样给海自挥霍吗? 难道空自买F-35A不要钱吗? 建造陆基宙斯顿系统不要钱吗? 陆自的石是天下掉链子坦克不要钱吗? 其实,日本海自一种军舰没有大量建造,最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没钱。 该建原本是日本防卫省在2015年6月公布的平成27年度护卫舰计划。 27DDG的产物,是日本海自在两艘爱荡籍之后的又一次建造新型主力军线。 这一批27DDG护卫舰计划也是比照爱荡籍。 第一批建造两艘,但也可能像爱荡籍一样,该籍最终也只有两艘。 27DDG计划是日本海自在爱荡籍飞弹护卫舰基础上的改进型。 这两艘主要用以替换目前仅配备过时的单臂防空飞弹发射器的戚风级飞弹护卫舰, 使日本海自的防空驱逐舰全部进入宙斯顿时代。 作为爱荡籍的改进版,摩烟籍的标准排水量也只不过比爱荡籍大了几百吨,达到了8200吨,满排也为涨到了10250吨。 动力系统采用了先进的复合燃气涡轮电力推进系统,主要的燃气涡轮机与爱荡籍一样,都是采用从美国引进的LM-2500系列。 武器系统主要有一门5英寸62倍进舰号,二座20毫米口径密集阵进防武器系统,二座40装反舰飞弹发射器,二座三年装MK46或89式鱼雷发射器。 垂发系统单元数比爱荡籍有所增加,达到了日本海自最大数量,前80枚,后32枚,可以装填标准-2防空飞弹,标准-3反弹到飞弹,火箭助推鱼雷,海麻雀滚体短程防空飞弹等。 在电子系统上,磨研机也采用了宙斯盾Anspy EV,V型3D向控阵雷达系统,AnspQ-9BX波段跟踪雷达,OPS-28D海平面搜索雷达等。 声纳系统包括AnsQ-53C主被动剑手声纳,MF-7A多功能主被动拖曳阵列声纳等。 在火控系统上,磨研机一步到位地装备了宙斯盾机械-9作战系统,相比爱荡及千辛万苦升级来的机械-7ER。